2009年新奥运周期开始后 王一涵是中国羽毛球队几个女单小花中最先爆发的一个 从快速篡升到世界第一到游博杯遭遇挫折 再回到世界第一 这番大起大落让王一涵收获了很多 也变得越来越稳定 还有 还有可惜吗 我们将旁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事与21比19 拿下了第三局的比赛 律师船第一次捧得了游博杯 当时以3比1的总比分 击败了6度的卫冕冠军中国队 从而成为了游博杯新一任的奖杯拥有者 场上今天都不是很顺 没有能够扭转过来 2010年把游博杯给丢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责任也非常的大吧 2009年 王一涵以一周拿一个冠军的神用表现 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年初开始在欧洲连战连结 连胜15场比赛 国外主要对手及自己的队友 均成为他手下败将 时至年中 王一涵以5个超级赛冠军的佳季 跃升世界排名第一 也以无可争议的表现 成为2010年5月游博杯的第一单打 但在决赛中 担任第一单打的王一涵 由于紧张 输了 游博杯的势力 让他一下子跌入谷底 也从人们眼中的希望之星 一下子变成了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人 他的心彻底沉寂 从你非常好的时候吧 就是最好的那一段时候 之后一下子跌到底股 就一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就有那种失落感吧 就是当时自己的那种心态也不好 当时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那种状态 也很消极 在王一涵大半年消沉的同时 女单的另几多小花却开始紧张开放 卢兰夺得2009年分量最重的 施锦赛女单金牌 年底90后小将王世贤闪亮登场 中国大师赛冠军 亚运会亚军的成绩 让人们迅速地认识了他 大气晚成的汪鑫也在一系列的国际比赛中 多次扮演黑马 连胜国外主要对手 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 而这时的王一涵 因为前一段的消沉而落选亚运会 亚运会吧 我觉得没有让我去参加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吧 对于我来说 教练队里面就给我去参加了 丹麦跟法国两个公开赛 虽然对手不是那么的强 但是能够让我在那个比赛当中 给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吧 先一场场这样去打 最终拿了两个冠军 其实当时我就感觉到 我其实还是可以的 2011年年初 王一涵参加了开年的两战超级赛 马来西亚他拿了个亚军 接下来的韩国战更进一步 获得冠军 我在韩国拿了冠军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 哎呀 我又回来了 就有这种感觉 这种失而复得的状态和信心 让王一涵倍感珍惜 也加倍努力 2011年8月 他和王世贤和汪欣一起获得了 参加伦敦世纪赛的机会 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世纪赛的 王一涵 给自己定的目标不高 过两轮 因为前两次世纪赛 他都是在第二轮就输掉了 到伦敦后 王一涵受到的关注 也远不及汪欣和王世贤 不过这次 他不仅实现了过两轮的目标 而且还一路凯歌直至夺冠 当我真的拿到这块金牌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场上的时候 我就想哭了 其实 因为其实当时最后一个球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着 这块球我就能打死了 也是有一种出乎意料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动作 我只记得我蹲在地上 升过去奏国歌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此前三届世锦赛 无论是朱林 卢兰还是王林 都在夺冠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不曾染指冠军 三人中两人因伤退役 王林也因伤病 错失了伦敦奥运会积分赛的机会 因此这种现象 被一些媒体誉为 女单世锦赛金牌之魔咒 并在王一函夺冠之后 再提魔咒论 因为我当时也被采访到 会不会有这种冠缺啊 这种魔咒啊 这种采访 当时我就说了 事不过三吧 希望我能够好一些 因为最主要还是 不要去受这个影响 尽快地调整自己 去总结别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方面的原因吧 紧搁一个月后 王一函就在日本超级赛上 拿到了冠军 2011年全年 王一函共拿到了 七项赛事的冠军 世界排名重回第一的位置 魔咒之说 不攻自破 王一函从八岁开始 打羽毛球 至今已有16年 这个出生在上海的小姑娘 因为祖父母都是北方人 所以出落成一米七八的大鸽子 他坦言自己特别能吃 我自己还真蛮喜欢吃东西的 其实在我刚刚下来采访之前 我在房间一直在吃东西 我自己都感觉到拿了好多个碗 而且都是大碗 现在不管是辣的还是甜的 还是其他的味道 除了苦的吧 我不吃 但是其他的我基本上都吃 又是五月 又进游杯 王一函将再次以第一担打的身份出展 丢了游杯之后 后来到现在也快两年了 所以一直也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 也不算是阴影吧 就可能就觉得游杯 从我们手里面丢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再夺回来 就有这种一个信念 其实后来想想 其实这也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只要你正确去面对了 把问题解决好了 才能够慢慢爬起来 虽然两年前的输球 拿王一函自己的话来说 不过是一场球而已 但什么都掩饰不了 中国女队要夺回游杯的决心 而也许只有夺回游杯 才能彻底驱赛压在他心头两年的那片阴霾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